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他分成了两个阶段 结果中间最瞩目的就是奥巴马跟习近平在中南海的营台俩人谈了五个小时 据说超时很多 而被国内媒体主要披露出来的内容就是最靠前的内容 习近平在向奥巴马介绍营台时说 当年的康熙大帝在这里制定了平息内乱的政策 收复台湾的计划 那光绪帝在这里曾经做过 因为百日违新失败 而被慈禧太后给软禁在这里 我跟大家讲 我说这里的话表面上是说给了奥巴马听 其实奥巴马在我的眼睛里根本没听懂 那实际是说给国内的人所听 他要做康熙 他不能做光绪 如果在我的眼睛里 我不知道人家习近平是不是有的意思吧 干死奥巴 才有了康熙帝 而奥巴是什么 奥巴是把皇帝架空了 对不对 奥巴是打着皇帝的名义 实际占领了整个朝廷 占领了整个国家 对不 大家想想 无论是摄政王的角度也好 从哪个角度也好 这个家是人家是康熙的 不是奥巴的 没错吧 那要做康熙帝 就得废除掉 奥巴当初建立起来的整体系统 但是他又提到了光绪帝 光绪帝干嘛 改革要去保住 被天意将被 在天意之下 将被清除掉的大清王朝 改革一死 改革是不存在的 所以如果他在反腐中 以改革之名义 想保住中国共产党 他必将被 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干掉 谁垂帘听政 江泽民 结果昨天习近平又跟老同志说话了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这么说的 老同志是打虎的后盾 这是德国之声说的 习近平发表讲话称 他感到离退休的党员是支持反腐运动的 分析者认为习近平仍然要进一步 巩固离退休党员对反腐的支持 国内媒体报道26号 习近平对离退休老干部有了一番说法 他讲 对改进作风 就是老干部对改进作风 坚决惩治腐败是坚定支持的 香港的南华早报的英文版提到了相关的文章讲 一些离退休的党内高层可能没有准备全力支持反腐运动 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代表时的一番表示 那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借话说话了 这样的话都是有双指的 对不对 是不是要得到老同志的支持 当然有 对不对 我们昨天今天我还看到什么 讲朱镕基啊 田济云啊 露面了 最近频频露面 表示对习近平的支持 而这两个人在过去的时间里 也就是换句话说吧 在另外一个老同志江泽民得逞的时候 曾庆红很猖狂的说 这两位老同志不出声了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这种话都是话有所指的 而几乎所有的海外媒体都对老同志的说法 这个词是有着一种引号的概念 通常指的老同志就是江泽民 老同志逐渐被干掉 今天的一篇文章 上海的工学瓶被免职 上海帮可能已经成为瓮中之别 他这篇内容实际是引述了自由亚洲电台24号的报道讲 中纪委在上海帮 也就是江泽民的老巢进行专项巡视时 进入了复旦大学 那巡视组直接点明了上海文宣系统和复旦大学关系密切 那里面直接涉及到的就是当年上海的人大常委会主任 龚学瓶 那龚学瓶是传统的上海帮的人员 老上海帮的人员 那文章他介绍很细了 我们主要跟大家谈一下龚学瓶被免的什么 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直接讲 复旦大学的问题就在于拉帮结派成立独立王国的教主 他说拉帮结派的独立王国的教主就是龚学瓶 而龚学瓶是前复旦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的院长 影视艺术学院又跟我说乐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只能说中央电视台有点像瑶子 别的咱就不说了 这个我相信网友和朋友会比我说的词更美妙 更到位 那关键的问题是说 10月29号中纪委巡视组向上海反映巡视情况时 直接点明了上海的文宣系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 直接签出了上海文化传媒界的大佬龚学瓶 而上海的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总裁黎瑞刚 是龚学瓶的第三任秘书 而他与李长春的女儿李同关系密切 紧接着他讲 7月30号中纪委进入上海之后 便传出龚学瓶被举报 消息没有得到证实 而龚学瓶最后一次露面是8月11号 当天他是以上海影视艺术学院的校长的身份 参加了一个奠基仪式 而到了9月底 这是8月11号 他还是以院长的身份参加活动 而到了9月底 上海影视艺术学院校长龚学瓶72岁被免职 影视艺术文宣系统是谁呢 刘云山李长春 对吧 曾庆红 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 所以迎合了今天在习近平对文艺工作者 讲话之后的一连串的动手 应该是打到了龚学瓶就打到了上海帮的老巢 正在打着江泽民这只蛤蟆的最后一条完整的腿 从上至下的文宣系统 打的是老同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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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在打掉老同志的同时 中纪委出了篇文章挺逗格儿 世界新闻网这么说的 中纪委网站刊登文章说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出来混做了就得还 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可老说对不对 结果被人中纪委今天说这话 挺有意思 中纪委网站在刊登文章 谈到巡视反腐的问题称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 要记住这句老话 手末伸 伸手必被捉 而对那些扔不收脸扔不收手的人 有一句电影台词应该非常应景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我觉得别的就不用说了 我就替那些今天被抓到的人有点喊冤了 为什么 我就说这句话 当初人家是围绕在以江泽民同志为中心的 党和国家已居军委的四周 建立伟大的党国 人家找女人是工作 女人找男人是工作 花钱买官是工作 对吧 钱没拉欠是工作 把钱都放在家里做现金 那是工作 那是生活 今天王岐山习近平的反腐 是把人过去的生活与工作 当成腐败的罪证拿出来 你不就是在颠覆党和国家吗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挺冤的 但官场的冤反过来真是那句话 真是人家这句话 也是咱老说这句话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无论你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你今天怨声载道 是你当初吃香喝辣 吃喝嫖赌抽的一个守心守背的反应 还是那句话 你一定要记住 出来混做了就得还 谁还 这里暗含的是天意 你不能说徐太后抱错了腿 徐太后自身就是条大夯 不能说郭伯兄抱错了腿 郭伯兄就是另外一条大夯 对吧 你能说薄熙来抱错了腿吗 你能说王立军抱薄熙来的腿 抱错了吗 人家是好几代了 如果抱这样的腿都叫抱错的话 你只能一句话 那叫天意 天要灭他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要明白 今天就叫天灭中共 表现出来的是共产党的内斗和反腐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